3日确诊数字突破了5000例 连带让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也提高了 各地现在开始爆发了疫苗接种潮 包括来看到是在南投就有连锁卖场 开设了疫苗接种站 提供1000剂的莫德纳疫苗来施打 想不到现场出现超过1000人来排队要强打 因此就有人打不到疫苗 结果迁怒了第一线医护人员 有卫生所是在脸书发文了 说有疫苗的时候民众大家不打 现在疫情爆发民众要来强打 但是打针就是要等 请民众给医护多一点包容 一大早赶到卫生所想打疫苗 不过却扑了空 卫生所疫苗缺货 本地苗栗人只好到其他诊所 碰碰运气 像这位从外县市来的民众 没约约也扑空 本土确诊数破5000例 连带爆发接种潮 打不到疫苗的民众 却迁怒第一线医护人员 会打来卫生所就开始反应 甚至有些就直接骂 办事不利 效能差 工作同仁在最辛苦的阶段 也从白天一直上班到 最近都到凌晨 也希望乡亲多一点体量跟包容 医护变成民众情绪发泄出口 甚至有居家隔离的民众 搭电话到卫生所 派员帮他倒垃圾 医护人员光是处理疫苗 卫生所人员做疫调 已经忙翻天 还有民众跟着捣乱 简直让人吃摇头 南投连锁卖场 设立疫苗施打站 开放1000剂 莫德纳 瞬间涌入大批人潮 排队人龙绵延半公里 打热天下 就为了打上一剂疫苗 民众近距离排队 被前胸贴后背 根据南投县政府统计 超过半数民众 都是从外县市排队强打 先前担心副作用的民众 也趁着有疫苗时 赶紧来接种 以免打不到 记者彭光许 魏绍宇 南投苗栗报导